20天饭吃个一顿不吃饿的黄 我们今天来看成绩不可的这首牌 Dankates Q4在C2位 我是个空 Anitang Anitang在Bottomway的Race范围 Aks应该是上面这张图 Aks应该是他的顶顿分位 我们来看他Race范围 Race范围2万 Race范围10BB Race范围3万 Eiet范围B1位按着Robel 就是他的标签部分 我们看GoOS 的效率 Segしく卡与Race范围 race范围4万 Race范围 Race范围4万 Race范围4万 这次按着Robot应该是全范围check,因为他没有见过优势,也没有范围优势 他是FlushDraw,我们的安妮汤AK仓华对于他来说,大概率应该是个check,如果他是AK红桃的话应该是个check VEN 如果是个 Rita Zikang,就要是 krank 那个是mrk 欣于糖小军 inspiration 这个他没有见过优势,也没有发明优势,大概率是个call 因为他有6699,但是他没有圈圈 他可能有10勾,有可能有78,也有可能有买花 这里提起,他做一个call,全范围的call会比较好 安德罗伯 call 了 我们来看车上发了一个call 发到8之后,他有一个小部分的单卡范围,但基本上是check 主角部分是卡顺买花 安妮堂这里,基本上顶对圈的卡顺,或者卡顺买花才会打 这个AK应该是个check放弃,因为他的范围里很少的石钩 他大部分范围都是顶对圈,或者sight 这里看安妮堂的决策 哦,安妮堂是个check 发出了一张狗,这里对安妮堂非常的好 安妮堂觉得狗有团牌价值,他选到了check 哦,安妮堂这里也没有,应该不会下注 哦,这里诈呼,AK分享的不好 我们看一趟怎么追错,会偷出来吗 哦,拿出了筹码,但是他没有靠 没有下注,安妮堂设下了这个地址,恭喜他 你赚钱,但不然会不会上车 50元而已 这么低点啊 这么低点啊